2019年一个普通周五的傍晚时分,女律师采师在下班之后来到婆婆昌子的住处,帮忙准备每周一次的家庭聚餐。 采师和丈夫祥太是大学时期的同学,由于担心和公婆的生活习惯大不相同,住在一起容易产生矛盾。 采师和祥太结婚之后,就在外面卖了房子单独居住。 不过,因祥太的父亲常年在外地出差,所以每个星期五的晚上,采师都会和丈夫来到公公婆婆居住的公寓,陪着独自在家的婆婆昌子一起吃饭。 今晚正是一家三口例行聚会的时间,在准备晚餐期间,婆婆昌子一直喋喋不休地劝说采师辞掉工作,安心在家备孕和照顾老公,做一个合格的妻子。 原来,昌子自己做了几十年的全职主妇,在她看来,女人的主要职责就是在家相夫教子,操拭家务。 因而,对于事业心很重的儿媳妇采师,昌子向来心存不满,经常借着家庭聚餐的时机劝其尽快辞去工作。 采师对婆婆的这种迂腐言论极其反感,但也从来不愿与她争辩,每次只是以一抹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应付对方。 可是,采师怎么也没想到,她的这种微笑竟然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。 第二天下午,东京警示厅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,打电话的人正是采师的婆婆昌子。 昌子在电话里声称,自己的儿媳妇采师离其失踪。 据她回忆,昨天傍晚时分,她在和采师一起准备晚餐时,突然发现自己没有准备儿子祥太最爱吃的南瓜,于是便让儿媳采师出门去购买。 那只,采师出门后,就再也没有回来。 下班回家的祥太,试着给妻子打过电话,但对方的手机始终处于关机状态,怎么也打不通。 祥太原本以为,采师只是被公司临时叫许家一班,这种情况以前也出现过。 那只,直到今天早晨,采师仍然没有回家。 祥太在情急之下,跑去采师的公司询问情况,结果得知,公司在昨晚并未通知采师前去加班。 负责办理此案的是东京警示厅的女警官又西。 又西随后派人调取了昌子居住公寓里的监控。 出人意料的是,监控并未拍到采师离开公寓的身影。 昌子猜测,采师可能走的是没有监控的布提下楼。 问题是,公寓周边的监控也没有拍到采师离开公寓的画面, 对方就好像凭空消失了一般。 不过,公寓门口的监控摄像头拍到了一段可疑视频。 采师失踪当晚的12点钟左右, 曾有一名贼溜溜的男子拖着一只超大的行李箱走出了公寓。 尽管这名男子戴着帽子、口罩和手套,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, 但是昌子在观看完视频后,却依稀觉得此人看上去非常眼熟。 据大回忆,大约在一个月前, 他在前往祥太和采师的住处帮两人打扫房屋时, 见到过一名男子鬼鬼祟祟地向屋内张望。 现在想来,这名男子和昨晚推着行李箱离开公寓的男子身形十分相似。 除此之外,昌子还向警方透露, 最近一段时间,他经常看到儿媳妇采师对着手机露出暧昧的笑容。 而就在几天前,昌子还从儿子祥太口中得知, 大约从两个月前开始,采师经常加班到很晚才回家。 并且回家时,身上总是带着一股沐浴露的香味, 将士刚从外面洗完澡回来。 昌子据此怀疑,儿媳妇采师可能有了外遇, 或许正是采师的情夫跟踪并杀害了采师, 然后又将尸体藏进了行李箱内,带离了公寓。 又西警官在听完昌子的证词后, 重新让人调取了事发公寓周边的监控视频。 最后发现,那名可疑男子当晚将那只超大行李箱搬上了一辆汽车, 而后驱车驶向了监控比较稀少的郊区路段。 虽然目前无法查到可疑男子的最终去向, 但监控视频拍下了对方的车牌号。 警方很快查到可疑男子驾驶的汽车来自一家车辆租赁公司。 令人意外的是,租赁公司的出租记录显示, 租下这辆车的客户居然是采师的婆婆昌子。 除此之外,警方在排查可疑男子驱车线路上的测速探头时, 发现其中一个探头拍下了可疑男子的正脸。 准确地说,此人并不是什么可疑男子, 而是刻意乔装打扮成男性的昌子。 而又夕警官在调查采师和祥太的夫妻关系时, 无意中查到,搞外遇的人并不是采师,而是祥太。 祥太跟一名漂亮女同事的地下情, 早就在其供职的公司内传得沸沸扬扬。 只是又夕尚不清楚, 昌子对儿子的婚外情知不知情。 当然,无论昌子知情与否, 他都与采师的失踪脱不了干系。 面对又夕警官的盘问, 昌子显得极其淡定。 他承认,采师失踪当晚, 自己确实装扮成男子, 驱车带着一只超大行李箱去过郊区。 不过,昌子坚称, 行李箱内装着的只是旧衣服之类的垃圾, 由于日本东京地区实施了极其严格的垃圾分类政策。 市民软扔垃圾不仅有可能面临罚款, 而且还会被视为是违法行为。 昌子这才在大半夜里, 开车将一堆破衣烂衫丢弃到了郊外, 而他之所以乔装打扮成男子, 只是为了安全起见。 毕竟,一个老太太深更半夜在郊区晃荡, 万一遇到不三不四的流氓, 结果将不堪设想。 至于此前向警方撒谎, 也只不过是想要掩盖自己乱扔垃圾的违法行径。 又夕自然不相信昌子如此离谱地解释。 可是,当警方寻着昌子提供的地址, 在郊区找到那只超大行李箱时, 发现里面的确只是一堆旧衣服, 根本没有踩尸的尸体。 就在案件的调查陷入僵局之际, 祥太突然跑到警局自首, 声称是自己杀害了妻子踩尸。 但当警方追问其杀人手法和藏尸地点时, 祥太却又吱吱吱打不上来。 最后,在警方的一再逼问下, 祥太才终于承认自己主动自首, 只是为了替母亲昌子顶罪。 原来,祥太早就察觉到了母亲的异常。 案发当晚, 她下班刚一回到母亲的住处, 母亲就给她端上了一碗南瓜汤。 也就说, 昌子向警方声称, 采施是去买南瓜时失踪, 完全是在撒谎。 再联想到, 母亲一直不喜欢采施这个儿媳妇, 祥太不得不怀疑, 是自己的母亲杀害了自己的妻子。 从小到大, 母亲对祥太的照顾都算得上无微不至。 为了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, 祥太这才主动跑来警局自首。 而始终淡定自若的昌子, 在得知儿子替自己顶罪后, 终于乱了方寸。 他随后将右膝警官叫到自己家中, 向其坦白了一切。 原来, 昌子的丈夫, 儿子, 儿媳, 全都毕业于名牌大学。 在这个家里, 唯独昌子是个没有文化的异类。 昌子在高中毕业后不久, 就嫁夫生子, 做了一名全职主妇, 整日里围着丈夫和儿子打转。 这种全职主妇的生活, 昌子以前倒也乐在其中。 但是, 自从彩师嫁过来之后, 他的心里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 一方面, 昌子羡慕彩师拥有自己的视野和独立人格。 另一方面, 他又非常嫌弃彩师, 认为对方只顾工作不顾家庭, 不是一名合格的妻子和儿媳。 更让昌子感到恼怒的是, 每次他在提议彩师辞掉工作, 回归家庭时, 彩师总是以一抹微笑应付, 在昌子看来, 彩师的这抹微笑不仅是对他的敷衍, 其中更透着几分对他这个婆婆的鄙夷。 内心深处本来就自惨行贿的昌子, 对彩师的反应极度不爽, 以至于对己形成恨意。 案发当晚, 昌子跟往常一样, 催促彩师赶紧辞掉工作。 为了显示自己并不是一个见识浅薄的妇人, 昌子这一次还引进据点, 用了几个类似于相夫教子, 朱归玉居, 贤良舒德之类的成语。 不过尴尬的是, 由于读书不多, 昌子在使用成语时, 要么词不打意, 要么读错字。 彩师当即纠正了婆婆的种种用词和读音错误, 并劝说她跟家里人说话, 用不着拽文。 昌子顿时感觉自己的颜面和自尊心统统扫地, 不自觉地露出一副恼羞成怒的表情。 彩师见此情形, 赶忙解释称, 自己绝没有看不起婆婆的意思。 而且, 在她看来, 像昌子这样放弃自我, 全心全意地照顾丈夫和儿子, 其实是一种很伟大的付出, 值得每一个人尊敬。 只是彩师觉得, 每一位女性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。 昌子有权利选择做一名全职的家庭主妇, 而她彩师也有权利选择当一名职业女性。 所以她希望婆婆能够理解她, 不要干预她的选择。 说完, 彩师再次露出一抹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。 哪知她的这番话, 不仅没能让昌子改变原有的想法, 而她的那抹微笑更是彻底激怒了昌子。 昌子在盛怒之下, 失手推倒了彩师, 致使其头部磕到墙壁, 当场瘫软在地。 就在彩师倒地愣绳的档口, 昌子居然抄起厨房里的一个, 准备用来做汤根的大南瓜, 一下又一下地狠狠砸向儿媳的脑袋, 像是在发泄心中无尽的怒火。 等到彩师彻底没了动静, 昌子将她的尸体藏进行李箱中, 然后拖进隔壁邻居的空置房屋, 藏进了冰箱之中。 原来, 昌子隔壁邻居一家人半年前移民去了国外, 这家人在临走时, 给昌子留了一把家门钥匙, 拜托他隔三差五, 进屋开开窗户, 给屋子通通风。 昌子的打算是, 先将彩师的尸体暂时藏匿在邻居家中, 等到风头过去, 再将尸体运到户外掩埋。 藏好尸体后, 昌子就返回到家中, 清理了现场的所有血迹, 最后又将砸死彩师的大南瓜洗干净, 做成南瓜汤, 给儿子祥泰喝进了肚里。 为了干扰警方的调查, 昌子在当晚还租了一辆汽车, 故意开车跑去郊外树林里扔了一箱子衣服, 并向警方编造了彩师出轨的谎言。 但让昌子没想到的是, 祥泰很快发现了他的异常, 还擅自跑去警局自首。 昌子自然不希望宝贝儿子为自己顶罪, 所以只得承认了杀人罪行。 后,昌子将隔壁邻居家的钥匙交给了又西警官。 然而,当又西打开隔壁邻居家的冰箱时, 却发现里面并没有彩师的尸体。 不过,又西对此并不感到惊讶。 其实在案发当天, 彩师在挨了几记大南瓜之后, 只是暂时陷入了昏迷状态, 并没有断气。 醒来之后, 她立即趁着夜色, 从没有监控的布梯离开公寓, 赶到医院就诊, 并拨打了报警电话。 祥泰和彩师一样, 都是深谙法律之事的律师。 彩师心里十分清楚, 如果直接告发婆婆昌子的杀人罪行, 自己的丈夫祥泰肯定会利用法律漏洞, 将昌子杀人畏罪的罪行, 说成是意外伤害。 届时, 昌子根本不会得到应有的惩罚。 因此, 彩师才和警方合作演了一场大戏, 让昌子主动认下了杀人罪行。 此外, 彩师深知自己的丈夫祥泰, 是一名冷漠自私的胆小鬼, 对方主动认罪, 也不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母亲, 而恰恰是想要逼迫他的母亲承认罪行, 以免牵连自己。 否则, 身为律师的祥泰, 不可能在没有编造好杀人手法和藏尸地点的情况下, 就草率地跑去警局为母亲顶罪。 结果正如彩师所料, 祥泰在得知妻子没死, 并联手警方设计圈套后, 干脆破罐子破摔, 承认自己自首就是为了逼迫母亲认罪。 而昌子在听到儿媳妇采尸没死的消息时, 不仅没有丝毫的欣慰和愧疚之情, 反而懊悔自己行凶时, 没有用大南瓜多砸几下采尸的脑袋。 另外, 昌子还透露, 自己将大南瓜洗干净做成汤根, 倒不是为了销毁凶器, 而是因为那个大南瓜属于有机南瓜, 价格比较贵, 丢掉了挺可惜。 昌子的这种冷漠和恶毒的嘴脸, 让办案无数的右膝警官都感到了一阵不寒而立, 就在他准备将昌子带回警局受审时, 常年出差在外的昌子丈夫, 在得知家庭变故后, 终于赶回了家中。 不过, 这位老兄回到家的第一反应, 既不是关心儿媳妇的死活, 也不是在乎妻子会做多少年劳, 而是当着一众警察的面, 指责妻子为何要做出这种让家族蒙羞之事。 本期的故事来自于日本高分推理神剧 《紧急审讯室》中的经典案件, 《是我藏的》, 这道剧集中有很多贴近真实生活, 关于家常里短的凶杀案件, 比如我们此前解说过的满口谎言的女人, 与夫人的初恋等, 都是这种类型。 对这道剧感兴趣的小伙伴, 欢迎多多点赞留言, 我们会继续选择其中的一些有意思的案件分享给大家。 好了, 今天就到这里吧, 我们下期再见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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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